我們知道日本升息其實影響很大 但是到底有多大 那影響的層面又包含哪一些 好 實際上 因為為什麼這一次 這個日本央行升息的決定 會導致全球的 我們算講股災也不為過 因為日本自己就跌到熔斷 那這背後當然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因為 很長期的時間 這時間可能有一二十年那麼久了 就大家一直很習慣 去借日本低利率的這個資金 你甚至 因為他利率其實是負的 有很長一段時間是負的 所以你可能借錢 你的利率是低到我們很難想像 那大量的資金剛開始借出來 可能只是單純的做做 所謂的套利 我們叫carry trade嘛 什麼套利就是我 借日元去存澳幣 存喔 他真的是存澳幣 或存美金就賺個利息 可是大家的胃口一定是越洋越大 那胃口越洋越大之後 其實大家已經開始去投資股市 他們就成立所謂的基金 就是hedge fund這種 然後可能去投資美股 投資亞洲股市 投資債券 反正各種投資的明目就越來越多 好 那但是因為這個資金量已經非常的驚人 所以當他決定要 這個升息 其實你去看升息前 其實日元已經一直在這個升值了 為什麼 因為大家已經有聞到這樣的一個味道 所以資金已經開始挪移了 但是確定要升息的那一 講出來的那一天 大家知道 這件事確定了 拍板定案了 死定了對不對 就正式的資金整個移動起來 就引起了這個股災 但是 當然大家也擔心說 那日本會不會有影響 因為你說奇怪 日本升值 貨幣升值 不是資金回流日本嗎 那股市不是應該漲 為什麼日股也大跌 實際上的背後的原因是 大家認為你不再具有 國際競爭的優勢 就是我靠出口就經濟的優勢 沒有了 所以暴跌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 這只是一個短期的現象 你去想過去長期 日本是不是失落的二三十年 所以他要一直貶值一直貶值 可是如果他現在敢升值 那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什麼意思 你覺得 其實 可能經濟沒那麼差了 甚至我們在看了 是不是經濟已經大幅好轉了 已經好轉到 可以接受這個事實了 喔 你真的要升值 好 你升吧 因為我經濟好了 所以我覺得我們要用 長多的角度去看這件事情 所以簡單來講 日幣的升值 背後是升息 其實是一個短空長多 另外一方面 我們就要問到台股相關的 講到台股 就我們現在知道日圓不斷的升值 台股當中有沒有 哪一些是受惠股 就是受惠日圓升值的類股 通常會受惠日幣升值 在台灣就工具基 喔 對 可是工具基 就比較沒有亮點 可是如果大家再想一下 工具基現在還有一個很大的產業亮點 就是機器人 機器人其實不管你的手背 關節 這些 現在包括人型機器人 這一塊我覺得是一個機會 比如說像這個 上銀 核大 值得 這一類其實就是 早期我們在講工具基 還有受惠 這個日本升值 大家可能興趣沒有那麼濃厚 可是當你把機器人 這個東西帶進來畫上等號以後 其實威力可能比大家想像來的大 像台股 我們講到台股 接下來是不是台股的走勢 也是會偏震盪 基本上我覺得還好 因為就 其實我覺得全球的經濟 大概都是連動的 如果我們剛才講 花了很多時間講日圓 講日本 如果它的經濟會長期成長 那不太可能隔壁的台灣經濟是不好的 所以基本上就我的看法 今年隨著iPhone的這個上市 然後這個 AI伺服器產業的發展 今年甚至到明年的上半年 台灣的整個產業經濟其實是相當好 所以應該也是有機會穩定的向上